以色列再次指控哈马斯成员 拿医院当肉盾 乙军西斯朝汉尤尼斯 一座目前还在运作的最大医疗机构 塞奈尔医院狂轰滥炸 还驱赶了院内的所有人 让病危的病患和新生儿自生自灭 那今晚乙军发言人声称 这次行动展开的是精准 而且有限度的袭击 但是目击者声称 无人机对建筑展开无差别攻击 还有病患被炮火炸成两半 失所分离 以军炮火星期四瞄准加杀最大医院 纳塞尔医院 军队发言人声称 有哈马斯成员和人质藏在医院里头 可能还有部分人质的尸体 以色列才会展开这场 精准且有限度的袭击 哈马斯高级官员随后火速搏制指控 称以色列说谎 但最无辜的还是遭受此与之殃的平民百姓 医院走廊灰尘四起 炮火声与尖叫声在空中荡漾 手无寸铁的难民试图用最脆弱的桌椅 招架乙军的火力全开 无国界医生组织披露 即便乙军早前表明 医院职员和病患可以留在院内 但随后又返口下令所有人撤离医院 任由病患自生自灭 加沙卫生部预计 医院燃料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就会耗尽 六名垂危病患和三名新生儿情况不乐观 但即便违蜚视从 医君依然朝无故百姓开火 我们来到我们房屋里面 尽管乙军表明 此次行动针对哈马斯 但目击者声称 乙军无人机朝医院大楼展开 无差别攻击 巴勒斯坦卫生部证实 院内大部分人已经连夜逃亡 大约两千人南下到拉法城市 其他人则是北上中部地区 戴尔巴拉赫 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利亚德警告 乙军持续进攻拉法城市 将再导致数千人死亡 巴勒斯坦将和欧盟 阿拉伯国家与国际社会合作 防止以色列的最先一轮屠杀 放不过再导致数千人死亡 转派斯坦华